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們看再過三個多月 要選舉投票了 那雙英跟這一個柯文哲 實際上週末都有 各式各樣的造勢活動 要搶攻的是年輕選票 因為年輕的選票 不只影響2018年的選戰 往後還有可能持續影響 20年的臺灣政治 而2020年的骨牌效應 也在2018年這場選戰當中 開始逐一浮現 今天早上中國時報 追蹤最新的2020的民調 那做來做去 柯文哲這個變成最大位 那中國時報做的這個問卷 可能有機構的效應 不過他追蹤了幾個不同的組合 比方說柯文哲朱立倫跟蔡英文 或者柯文哲朱立倫跟賴清德 那儘管這個沙喀都的組合 很有可能排列組合的選項不大一樣 不過看起來柯文哲的政治能量 很有可能成為2020選戰當中 非常大的變數 那在這一場選戰當中 整個2018年又回頭 再來看的是年輕選票 仍然影響選戰的成敗 而且年輕世代的選票追求的價值 跟這個年長世代投票行為當中追求的價值 彼此之間有很大的落差 甚至在某些價值上面是對立的 搶攻年輕的選票 背後有多少我不會人知的故事跟內幕 我們待會兒要好好聊一聊 好 今天現場要請到五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朋友 美島電子報董事長吳梓佳 林官好 大家好 再來是台北市議員王威風 觀眾大家好 再來是李明賢 大家好 再來是黃偉翰 觀眾大家好 再來是阿仔珠學衡 各位大家好 好 我們先看喔 這個洪耀福認證過 他說柯文哲如果在藍綠夾沙下面 那仍然可以求生求勝 那就會變成最大位 現在看起來2018年的選舉投票 是三個多月之後要選舉投票 可是呢2020的民調呢 老是有一些人要花錢花資源來做 那當然會花錢會花資源 背後一定有大眾跟政治能量的觀察 跟移轉 現在看起來中時所做的民調 一旦2020撒卡都 柯文哲都會變成最大位 我們先看一下下面這則報導 先拿出手機來掃一下 好 掃描之後呢 可以登入自己的這個踩踏成績 拿著手機和全聯董事長林敏雄 一起試騎火水飛輪 雖然碰到生日 台北上柯文哲照樣形成滿檔 沒有政黨奧元的他 難道要改從財經界爭取支持了嗎 一個好市長 我想大家市民都會非常支持他的 好啦 謝謝 敏感話題柯文哲不願多談 但根據平面媒體最新民調顯示 2020總統大選要是蔡英文競選連任 支持度只有1成2 國民黨由朱立倫出馬支持度2成6 柯文哲則以3成1的支持度遙遙領先 從頭到尾都沒有說我要選 我感覺很奇怪 這種民調這種做的目的是什麼 再度強調自己沒說要選 但高人氣無法黨 民調顯示要是年底 柯文哲連任成功仍有將近4成的民眾支持柯文哲再選總統 難道真的要向民進黨秘書長洪耀福說的 成為全台最大尾了嗎 還是那句事事難料你知道 所以把每天自己該做的工作做好就好了 我還是推薦他們去看那個武裝原書齊合真的 柯文哲狂打太極 但日前兩岸一家親一席話引來爭議 更爆出他在雙城論壇講稿有不同版本的說謊風波 資深媒體人周玉寇痛批 柯文哲根本就是網路流氓 如果人家議會在問的你知道 那你就還是照正常程序先回答議會再處理 我覺得是這樣也不要說 有時候議會很敏感 他覺得說裡面又用媒體來回答 所以我們還是照應該叫standard 這也是我的SOP 以後的發言我們就聽聽看看這樣就好了 你有打電話電視高層說新聞嗎 其實也不會是我打的 儘管民嘴緊咬不放 但柯文哲沒在怕 隨著選舉逼近 力拼市長保衛戰 柯文哲活力全開 藉由張嘉玲 張新聞 SV小組 台北採訪報導 好阿仔 這個台灣最大碑 這個大碑老麻 是洪耀甫的說法 他說柯P如果在藍綠夾鯊下 還沒有死 還可以勝選的話 再辦最大碑 那最大碑上個禮拜看到 這個貶系的智庫 追蹤了2020的民調 那貶系的智庫 當然有他派系的利益 跟他這個對於政治人物的好物 那同樣的中時呢 也很認真的追蹤2020的民調 儘管真正短期的選戰 是三個多月之後的 2018的地方首長的選戰 在這份民調當中 一旦這個柯文哲參選 那他會變成2020當中 相當大的變數 因為柯文哲的人氣人望 在這份民調當中 不同的選項都相對高 相對高的情境之下 那目前為止 現任總統小英的連任之路 會受到嚴肅的考驗 其實這個數據出來之後啊 我想蔡英文總統 應該要好好的警惕 因為雖然距離還有兩年左右 但非常少見現任元首 在跟未來的潛在競爭對手 做比較的時候 竟然個個都輸 那你看蔡英文朱立倫跟柯文哲 這樣子的組合的時候 蔡英文只有柯文哲的二分之一弱 也就是柯文哲31.5% 蔡英文只有12% 那在這個狀況之下 他的數字其實連朱立倫都輸 差不多一半 也就他剛好差不多是朱立倫一半左右 那甚至這份民調 我們大家講啊 各個民調都有機構效應 各個民調也有背後運作的概念 那中時民調這一份等於是在 原來綠營內部的矛盾裡面 再插上一刀 因為他直接又在做賴清德 朱立倫跟柯文哲的比較的時候 賴清德還比蔡英文要高 雖然沒有高非常多 大概高個3.3% 就3.3%而已 但問題就是實際上 他還是比蔡英文要高 那在這個數字看起來 不管是怎麼樣組合 我們用這種比較有可能組合來看的時候 蔡英文總統至少在目前 大家對他真的是很不爽 12.1% 嚴格來講已經完全突破 綠營的最後防衛線 綠營的最後防衛線 如果說是27% 也就是比33%大概低 5%也就算了 現在又比那個低 所以在這個數字之下 你就看到了很危險的事情是 如果蔡英文目前的支持度只有12%的話 那我們先不要講總統 會不會是因為中時座 這個綠營任何明星政治人物得到支持度都不到兩成 這會不會是嚴重的機構效應 我們也這樣講機構效應的確存在 但會不會在這個機構效應明確到可以把他的支持度 少到合理而正常的三分之一左右 我覺得這個機會太低 那我們必須要看呢 如果你說機構效應存在的話 那朱麗倫照說應該也不會太高啊 因為坦白講過去其實有一段時間中時報系 對於柯文哲打得很兇啊 有一段時間我還記得 這個他講完兩岸一家親去道歉之後 當場還把他打成水母 那現在你看起來 如果那是機構效應的話 現在照說柯文哲不該這麼高 可是整體看起來 這個中時民調裡面的 對藍營還是不肯侵擾 你就知道這個 你說機構效應照說中時應該比較偏藍營 可是看起來數字其實也沒有特別的漂亮 所以我們必須要講看趨勢準確 然後你單看精準的數字的話 就只能做參考 可是問題是這個危機很大 如果接下來兩年 我們的總統在連任的支持度上面 不到八分之一 每八個人大概有一個人支持他的時候 請問他要怎麼推政策 請問他要怎麼推動國家往 接下來下一個階段走 因為我們必須要說這12.1 真的是很誇張的一個數字 也就是他已經不是說單純什麼軍公教改革 軍公教整體佔台灣的人數最多不夠3% 那你竟然會覺得自己得罪3% 所以你只剩12% 這個沒辦法解釋 那柯文哲本身的問題是 支不支持他2020年選總統的數字 大概是一半一半 所以換句話說 即使柯文哲本身有點鬆口 但其實市長還沒選完 你要真正一步到位想說 我就可以選總統恐怕還是太遠 柯文哲的大規模的體系的管理 跟他背後的政黨 我們講直接一點 如果柯文哲到2020年都沒有完整的體系 跟政黨奧元的話 光就國營事業的動作要給誰 這個東西恐怕就有很大的困難 光就募款本身就有很大的挑戰的時候 我覺得大家看這個數字拿來做參考 接下來是不是大家能夠做得好 接下來兩年才是最重要的關鍵 好問一下子嘉董事長 你怎麼觀察上個禮拜這個貶系智庫 做了2020民調 那今天忠實做2020民調 其實這個2020民調跟我們 他只是名稱的不同 那每一家民調都可以拿數據來做一些比較 美麗島民調的國政民調的這個 最後這其實類似的數據都做過 做過的就是柯文哲目前排序是第一名 大概是在50%左右的信任人員 然後這個朱立倫大概是42.5% 然後這個賴清德是大概44%左右 也就是說蔡英文大概30% 我們現在這樣講 所以我個人是對這個民調比較保留 我認為把民進黨做的比較低了一點 把賴清德跟蔡英文都做比較低一點 那尤其賴清德太低了 賴清德應該會贏朱立倫才對 現在的情況 或者起碼是跟朱立倫是不分不分宣指 應該是上下差不多 那這個民調是三個多月之後才要選舉投票 海美選舉投票就把柯文哲做到最大尾 那柯文哲最大尾 這個事情是目前當下的效應 那真的到了三個月之後 再做他的總統民調的話 可能情況會有變化 因為他跟他的這個總統支持度 跟他的正當性有發生關係 就是你到底你剛剛當選市長能夠選總統嗎 就會有這個疑點出來了 所以因此就好像說我們當時在做蘇貞昌 年初做蘇貞昌的時候 他跟朱立倫兩個是45比45啊 最後再過了三個月做的蘇貞昌輸了18% 這個很奇怪的變化 變化是哪裡 就是那個背景大環境產生變化 所以這三個月後 我認為這個有點反應是市長的效應 就是但是柯文哲在如果目前 或是未來在選總2020的民調裡面 柯文哲第一名應該是跑不掉的啦 這是第一個現象 但是可是這裡面這個數據呢 可以解讀成 反應兵謠邊緣化 民進黨 民進黨會輸 民進黨會輸 會跑出這個東西出來 為什麼這個數據解讀民進黨會輸 因為民進黨不管怎麼樣 數據都是輸啊 都是輸給你看蔡英文也輸 賴慶貞也輸啊 那我們做的信任度調查 蔡英文也是輸啊 那目前看起來來講的話 是蔡英文要推出來選舉的 代表民進黨可能性比較大嘛 賴慶貞我們沒有做過 賴慶貞 可是陳水扁的民調做的是賴慶貞贏 所以就是說賴慶貞會贏 柯文哲會贏 然後朱立倫三個人比的話 那是另外一番局面啊 但柯文哲勝率還是很高的 有人說賴慶貞贏 有人說柯文哲贏嘛對不對 現在看起來柯文哲就累積很大的政治能量 可能影響2020了 應該這樣講柯文哲在2020 看起來的勝選機會是大的 是比較佔優勢的一方 因為兩個黨啊確實都太爛了嘛 兩個黨的民調都是黨的形象很差 我們常講的選舉的兩個要件 一個是政黨的形象 一個是個人的形象 目前現況看起來政黨形象很爛 都26%左右 那朱立倫跟賴慶貞都高於政黨形象 可以幫政黨的忙啊 但國民黨確實是非常爛嘛 你看最近蔡英文在談到說 經濟數據很棒很棒的時候 說在提出馬英九說當年只有0.8 他現在是贏馬英九 結果國民黨對這點沒有反駁過 因為馬英九曾經經濟數據 國民黨的不用攻啊 這經濟數據其實逐年 過去30年來都可以整合都可以統計的 所以都有都有贏過蔡英文的可能的機會啊 但國民黨從來不反駁這種事情 所以國民黨現在是一個沒有黨中央的政黨 所以到了沒有黨中央也沒有人才啊 這只要有人才就可以打仗啦 朱立倫是人才 朱立倫確實是卡 你看朱立倫的民調是維持 一直維持高檔的維持一定程度了 所以朱立倫我認為是國民黨唯一的候選人 因此講簡單講 依照這個民調看的話 民進黨在2020選舉的這個局面來看的話 是處下風的 民進黨2020敗選的可能性是比較大的 這是一個第一個這是現象啦 因為如果民進黨敗選給朱立倫的可能性 比較大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柯文哲被迫被民意的推擠出來的情況之下 來應戰的可能性也跟著加大 所以柯文哲參與2020的機率就有可能 非常大 因為台派不可能是讓朱立倫贏啊 好那這會有多大影響 我們廣告之後回到節目現場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看的是這個照民進黨選對會的操盤人 洪耀福的說法是 柯文哲如果在藍綠的夾沙下 還可以在台北市長的選戰當中勝選 那真的會變成最大月 那現在看起來 柯文哲本來是挾著年輕世代高學歷 中間選民的支持度 現在席捲全台灣之後 上個禮拜貶系智庫所做的民調 跟今天早上忠實的民調追蹤 柯文哲的人氣在2020都很旺 那民進黨的完全執政在2020 可能會面對屈居下風的大環境的結構 那結構上一旦變成這樣子的時候 2020的變化就很大 你現在看今年2018的選舉 現在兩個現象已經出現了嗎 台北市大概柯文哲的這個大事已定 大事已定了 現在看起來好像有人還在講說 會有變數等等 那我個人認為說 大概已經沒有懸念了 柯文哲應該是勝選了 理由是什麼 等一下我來分析 第二個來講的話 就是民進黨那個敗勢 向下滑的趨勢已經形成了 趨勢已經形成的理由是什麼 我先來說明一下 你看這兩天有個現象 就是我們蔡英文主席 在全省大量的 全省授旗在站台 對 那蔡英文的民調只有大概30到25左右了 你30到25的低民調的一個主席 跑去幫這個當地的 譬如陳其邁來講的話 他大概是40幾嘛 那如果蔡英文本身在高雄不可能 大概也是30左右了 你一個30%的民調去幫一個40%的授旗 去幫他加分還是扣分 這是我講的是說 高雄的陳其邁 那到了這個台南也是一樣 當然我們的南俄都的身勢都比較好 大概都有四成以上 所以也就是說 我們現在的這個蔡英文主席 現在的身勢不好的情況之下 他還要勉強的到各地去授旗站台 我講反過來看 有沒有一點記不記得 觀眾還記得這個馬英九跟陳以珍 真的慘劇嗎 當時馬英九要幫陳以嘉義士的 陳以珍選舉 陳以珍躲了半天啊 躲到最後無處可逃 馬英九堅持要去幫他站台 要刷那個總統跟黨主席的存在感 結果陳以珍果然落選 拜政收場 這就是說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這時候柯文哲又出現一個 非常大的一個助選員 叫做蔡英文 因為蔡英文現在明明知道現在民調低 但是他仍然要勉強的全省走透透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刷存在感 展現他的主席跟總統的高度 他就是他我要存在 那這個是在歷任馬英九陳水扁 在身世壞的時候呢 都幹這個事情 都要展現叫做黨內的權威 那我們最有力量去拒絕這個事情的人呢 叫蘇貞昌 蘇貞昌沒有拒絕也接受了 所以換言之講 那這個局就是黨內權威高於社會民意 社會民意就會不接受你這個民進黨的權威 或民進黨的存在了嘛 現在變成民進黨的權威跟總統的位置 這個極大的權威感 要來挑戰民意這兩件事情的衝突了 那兩件事情衝突下來 結果民主政治最可愛之處 就是我民意可以推翻你這個執政黨嘛 所以那這個民意的趨勢看起來 本來他還可能可以隨波逐流一下 但是現在的歷勢操作 這是非要跟民意對抗的結果呢 會造成這個對勢會升高 其中在2006年的時候 陳水扁也幹過這個事情 但是那個時候有一個台北市長的候選人 叫謝長廷 大家還記不記得 那個陳水扁一直要幫謝長廷站台 然後這個謝長廷那時候講說 那我不如去找這個許淳美來站台算了 就是陳水扁你來把他靠分嘛 你總統來幫我站台 是幫我反復選 那我們現在這個故事就是 結果當時的謝長廷選的比較好 我們市議員增加了三席 得票率比黎元的時候呢 增加了六趴七趴 所以拒絕了這個負面的 沒有能量的總統的輔選 的反輔選 是對他有幫助的 而且民進黨沒有人拒絕 就全面性的接受這個態勢 所以這個時候 那這個反輔選會好到誰 會好到非民進黨 會好到柯P嘛 所以柯P在這種情況之下 變成台北市的柯綠對決會升高嘛 柯綠對決升高的情況之下 尤其你的這個指揮官 是一個比柯P民調低很多的蔡英文嘛 那這種碰撞之下 只會去讓這個年輕人更反感嘛 因為本來就是柯P的力量 本來就是被你蔡英文政府的私人 而所誘導出來的這股反對民進黨的力量 結果你再去刺激這個力量 不斷的去集結在柯P身上 那柯P在台北市部分 一定會大勝 然後在全國的這個敗局呢 當然就會成型了 那成型的情況之下 我反過來請教一個最簡單的問題 如果有一個正常人 正常人 有機會給他當總統 他說哎呀我故意不要做 不可能 這個不可能嘛 不可能 所以這個是機會的問題 所以2020 證明者如果看到2020的機會 而且看到勝率 而且勝率不錯的話 其實從人性的角度來講 很難完全拒絕這個勝率 這個對 就是 所以這個不是柯P的問題 這個是民意嘛 如果現在 這是人性的問題 任何人性 看到那一個最高權利的欲望 他很難拒絕 尤其他如果勝率勝算很高 是 所以說柯P昨天在內湖的這個什麼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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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女 lady會裡面 我也搞不清楚 什麼內湖 lady 姐妹會 那在那個 記者就督他麥 就問他說 你要不要選2020 他就講說 不要害我 這第一句話 那第二句話呢 他現在又另外展現新版本 以後再講 以後再講 他把事事難料跟以後再講一樣 以後再講 就變成事事難料以後再講 其實這個以後再講的背後 有一個更大更大的現實 就是我剛剛問的這個問題 請教大家一個最簡單的問題 有沒有一個正常人 會有機會當總統 而故意會不當的嗎 那個人不正常 柯P我相信是正常人 所以這個事情不會發生 因此我認為 2020這個也就是一個 會自然發生的一個民意之所需 而這個民意所需目前 國民兩黨都希望用他們的黨的力量 用他們領導人的權威的力量 來去阻擋這個社會的趨勢 跟民意的趨勢 所以因此他做了很多刷存在感的事情 一直讓展現出他的黨內的權威 跟那個高度 包括不習現在是談兩岸衝突議題 那談兩岸衝突議題 結果也沒有忘記計算一個最根本的東西 當你25%的民調 你談任何議題都無效 因為你的民意太低了 就算是要搞台獨 台獨是很高貴的事業 要有很高貴的人來推動台獨 要有高民調 要有高貴的純潔的心胸 才能做這個事情 但現在看起來喜樂島搞砸了 那就是他不夠高貴嘛 那我還一直講 你這個東西要做一件事情 你要做議題的操作的時候 你本身啊 底子要厚嘛 你現在底子不厚的情況之下 做任何事情都不會成功 他會勉強 他只是 所以我剛剛講了 在這個全省浮選的情況之下 只是展現了黨主席 跟做總統的權威感 但對實質影響力完全沒有 反而刺激的 對科率分手的惡劣的態勢呢 不斷的在升高而已 好 我們廣告之後回到節目現場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一場台北市的選戰 變成世代的價值的戰爭 那搶攻年輕選票 是這場選戰當中非常大的核心 那偏偏年輕選票 到目前為止 對執政黨相當的不利 上個禮拜貶系的智庫 做了2020的民調 今天早上中時電子報 中時也做了相關的民調 那也是針對2020的選戰 那偽翰 柯文哲現像是一個很奇妙的舉用 明明三個多月之後才要投票 可是現在就有人開始做2020的民調 那當然做的人也本身背後 可能也有政治的動機 可是相對上 從民調數字上來看 柯文哲確實也累積了相當的能量 這個能量對國民黨兩黨 現在的處境來講都是個威脅 你怎麼觀察 剛剛我們再講幾個議題 第一個是蔡英文的經濟成長率 他的能力 他現在開始要硬起來 告訴人家說我很棒 第二個就是柯文哲 他到底會不會選2020 我先補充一下 蔡英文的經濟成長率這個部分 因為其實網路上都可以查 剛剛林冠傑也有跟大家講了 那我查給大家看 蔡英文的經濟成長率 是不是比馬英九好 哇好了三倍不止啊 蔡英文怕跑去高雄 他跟大家講說 你看我現在經濟成長率是3 其實是2.89了 2017年的經濟成長率 大家可以去網路上看 這個在這個經濟部裡面 就已經主機總處就有這個資料 2017年蔡英文的經濟成長率是2.89 那2016年馬英九跟蔡英文交接嘛 那先不管 那2015年算馬英九的吧 馬英九高差啊 0.81啊 他就用這個來講 他說馬英九只有0.81 我是3 當然他灌一點水啊 他是2.89 所以我比他好三倍啊 你數學不好 再有人告訴你說民進黨執政經濟不好 請大家勇敢的告訴他 你數學不好 因為呢我比大話很多 往前看 對 我們這樣向前看 年代向前看 明顯是我同學 來行的 我不要看這三年 大家來看下一張 我把過去 所有調出來 連阿扁事情都調出來 馬英九時期最好 有過10.63啊 你是哪一個幕僚 叫你用這個東西 來跟大家解釋 那馬英九要不要講 他比你好四倍 沒有意義嘛 每一年都有波動嘛 如果導播 我們再論進來一點看 就會發現 馬英九時期也有低有高 但是馬英九時期曾經最高 是10.63 蔡英文你有兩個機會 第一個是當四年 第二個是當八年 你這八年當中 有沒有辦法10.63 你用數據來說服大家 所以當你的幕僚告訴你 這個東西很棒 當你的幕僚告訴你 你燒的是乾淨的 沒的時候 我們的賴院長跟蔡總統 都好像就相信了 然後就按本宣科的上台 去講這個台詞 馬上會被挑戰嘛 不要講打臉 你會被挑戰啊 你拿最差的0.81 去比你的2.89 那人家10.63的時候 你怎麼不比 好這是第一點 所以蔡英文沒有說服力 蔡英文沒有辦法民調高 這是一點 那剛剛講到 台南的簽書會 就是在這個所謂的 柯文哲的學姐風波之後 陪吃飯之後 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我很多張 我下個小時可能再多 那因為我沒有辦法弄太多張 這就是現況 而且在柯文哲去的前一天晚上 大概六七點開始排隊 半夜三點 一堆年輕人在那邊 一邊坐著一邊打手遊 他們就是 他們就在看北 台南整個場是這樣爆的 這個不是一個人動員500塊的 台南的觀眾朋友現在在看 一定會知道說這幾天 柯文哲去留是什麼狀況 那還有一個影片 我現在也找不出來 我剛剛定時要找 他去參加 晚上坐高鐵回台北 結果呢 在捷運站 就被人堵到了 就光是在捷運站照相 照了十分鐘 他坐車回他的東門站 就是台灣的四十歲以下 年輕人已經不分南北 台北人喜歡他 他變成超級明星 對 年輕人喜歡他 而且年輕人喜歡他到 就是非得把他送進市政府 送進總統府不可的這一點 大家要注意啊 就是說 你再去評估說 因為反正 我也看到一些民進黨的朋友 他們在講說 私底下講 其實也不說很怕 因為三千按讚一人到場 年輕人沒有用 他們只會在網路上裡面 嘿嘿嘿而已 不會投票 年輕人投票率很低 那這種話不講就算了 你講出來以後 你會刺激年輕人 而且現在的 對現在年輕人跟以前不一樣的 你一直去解讀說 四年前二零一四年 那是因為太陽花 那是一種好像是出天花 出疹子 出一個麻疹這樣子的一個 特殊的特例情況 所以年輕人 永遠不會是投藥率高的族群 上次只是特例 以後再也不會發生 你這個話 會使得年輕人想要投他 那臺北市年輕人想投他 從民調看出來 他已經超過四十趴 全臺灣的年輕人都想投他 這一點非常的可怕 那除了年輕人之外 之前我講過 他也不是只有空軍的宣傳 媒體 網紅 學姐 一日幕僚 他還有陸軍 陸軍就藍士通把他所帶的兩百 四百五十六個里長 跟他的關係 非常密切 另外再講第三個 就是 其實我之前沒有特別講過的 就是 這兩天有很多人看到 我在講這個事情的時候 我其實講很短 我在另外一個節目 只講了一分鐘不到 那我再跟大家報告一次 這個是台北市的共榮市的遊戲場 就在台北市的花博 旁邊那個地方 光是這個盪鞦韆要花六十萬 從澳洲買來 這種盪鞦韆 我沒有辦法玩 明顯也不行 我家小朋友都不行 可是像這種 腦性麻痺的小孩可以 那我跟大家講 因為這個人數一定是少 台北市有需要用到這樣子 共榮市的盪鞦韆的小朋友 其實不多 可是當一個市長年月 花六十萬去做一個 這樣子的共榮市 讓這一個一輩子 沒有當過修憲的小朋友 他是腦性麻痺 他的那個笑容展展現的同時 我看到很多 其實我有去 我有去 因為我小朋友喜歡去花博 很多的媽媽是一邊哭 一邊在拍那個 以前是DV 現在都是用手機在拍 我的小孩的那個笑容 我相信 跑去做這個共榮市 而且還有外縣市來的 新竹桃園的 那些家長一定會把票都給柯文哲 我為什麼會情緒比較激動 因為我有個朋友 就是我的學姐 他的小孩小時候 不小心掉到公園裡面 十幾年了叫悠悠 那因為他腦部缺氧過久 他就是這樣 我第一次 他不是腦性麻痺 他是正常的小孩 因為掉到公園裡面 他腦部傷害 他完全沒有辦法動了 姐姐叫千千 弟弟叫悠悠 他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 我每次看到他 我都要忍出淚水 因為很辛苦 他媽媽一輩子 只能退這個小孩 小孩還會繼續長大 他現在到青春期了 然後 然後也要幫他剪指甲 他就不會動了 那一天 他們一家人帶著小朋友 去坐這個盪球間的時候 我們幾個朋友 我們都敢動 那這個事情 我不是說 柯文哲這樣做很棒 而是說 當你一個城市 在做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不只台灣人 連日本人 外國人來到台灣的時候 他會覺得說 這個城市進步的 我現在其他的東西先不講 我是講說 光是這個 他能夠搭到的這些家長 對他的就是 我一定要投票給你 這種力量 不只只有這次市長 還有接下來選總統 所以我的看法 跟董事長很像 就是說 柯文哲他現在在走的是 以往藍綠的第三條路 那藍綠必須要警覺 包含了蔡英文 他的上台的講法 是非常的 可以成為標題的 我比馬英九好三四倍 對 可是你馬上去被找到 其實你也沒有 他也有贏你的 像這種傳統式的 就是用嘴巴講的這種東西 那錯了他馬上就改了這件事情 非常恐怖 他在陪吃飯事件之後 馬上就 昨天就安排了 跟婦女會去見面 然後也取得了這些婦女會的 理解跟支持 那當然也有很多的網友 包含了 大家也去細舊 就是他當時所講的 所謂陪吃飯 那大牛其實是小牛 他是不是那個意思 那他自己也最近去參加了一個 E-Gather 就是跟一群人吃飯 大家發現說 好像我們的陪吃飯跟他不同 所以他的傷害總是最小 柯文哲的特色在於 柯文哲是建立在一個藍綠互相 我不要講惡鬥了 但是其實我的感覺蠻惡鬥的 藍綠激烈競爭的20年之後 這個時間點非常重要 如果他是在1995年出現的一個醫師 想要參選台北市長 我相信他可能連基本的連數票都沒有過 甚至沒有辦法登記 因為他出現在網路世代 跟藍綠惡鬥20年 這個答案非常簡單 這個答案非常簡單 就是柯文哲 我定義過這個事情 柯文哲是台灣少數的 不說謊話的政治人物 就是再講一遍 柯文哲不太會說謊話 那台灣大部分政治人物都說謊話 我們的總統 答應了我們年輕人 答應了很多事情對不對 有同婚 有這個 有這個 週休二日 你的意思是說 我可不可以把這個再定義 他是一個比較 他是比較白目 等一下 然後他正直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一般人說了很多場面話 但是場面話未必答得到 其實我們 答不到沒關係 認錯 你可以道歉 你可以認錯 在柯批他會認錯 他會對他自己做不到的事情 他會提出理由 他會對他自己 所以你覺得他相對誠實 誠實 然後相對的失言 他就立刻處理 立刻認錯 台灣的最低標準 在國外很多 做很多事情 就是找到下台了 我們的總統貪污了 然後還在那邊要求特赦 就是這種國家沒有是非觀念 所以失言對他來講就是小傷了 他不是失言 他講真話 他不是失言 他就是真的話 要大家一起吃飯這樣而已 他又沒有想要說 這個要去吃黑的 要去找小姐陪吃飯 他就是很簡單的一個人 他也沒有想要去跟你送西瓜 搞基金會 他也不搞錢啊 對不對 他就給你搞個兩千萬貸款 酸酸的遵守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他人格特質是一個正常人 正常人啊 但是因為台灣政治人物 太多不正常人 都是騙子嘛 我補充一下董長講 我百分之百同意 他不只是正常人 因為正常人還是會 還是會出錯 正常人也不是完美 現在攝影機在對著我拍 我就不可能去挖鼻孔 或者去做一步雅動作 因為我要有 我要有那一面 我要Present給你看嘛 台灣百分之九九的政治人物 黃瑞翰也是有偶像包袱 我是不是 沒有啦 我是說 當然 當人剛剛董長講的就是 最近卻講到柯文哲這個人 他所做的事情就是 完全不care 你會看了以後 喜歡或不喜歡 我就是做我 所以我剛剛的說法就是 因為台灣過去這二十年來以後 大家看多了藍綠政治人物 都在包裝自己 你明明不是那樣 你要把你自己講的那樣 你明明有做錯 你要把那個錯講到最低 但柯文哲完全不理會這一些 他是完全做自己 那大家後來發現說 那我寧可要這個啊 這個人講的都是真話 雖然有時候可能不是那麼貼切 可是我們完全接受他 為什麼 因為我們已經受夠了過去二十年 藍綠政治人物在那邊 那柯文哲他的做法就是 他是真的不說謊 我所認識的他 好就是 包含他跟蔡英文一月是不是見面 其實我一月就知道了 因為他不會騙人 但是他知道說 在在面對可能在媒體的時候 他的幕僚又告訴他說 什麼話題可以講 什麼話題不能講 但是他不講謊話 所以這件事情呢 已經被他的選民 長期的兩年多以來觀察 然後發現說 這人我願意支持 因為他不會就是說 我今天應該要怎麼樣 做一個事情讓你看 我今天應該要怎麼樣 present給你看 用fake 用假的東西 讓你相信我 他不需要這一套 那台灣人現在喜歡真的東西 而柯文哲最真 好我們廣告之後 回到節目現場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看的是這一次 這個台北市長的選戰 SAKA DO 顯然造成了龐大的政治效應 那這個政治效應 甚至延續到2020 所以上個禮拜 貶系智庫做了2020的民調 今天早上忠實的這一個民調 也追蹤2020的民調 那柯文哲因為累積了 相當的政治能量之後 他變成其中一個選項之後 確實從民調數字上看起來 會影響到藍綠的鐵板的政治基本 很半途 微中議員怎麼觀察 其實剛剛那個紫霞董事長 跟韋翰在解讀柯文 解構柯文哲 那個我相信有些人看到這一段 可能又要跳腳了 因為剛剛大家說他 絕對不會說謊 一句謊也不會說 相對 相對的話 相對的話我相當同意 因為其實沒有人是完美的 那但有些人會跳腳 可是問題是選舉的策略 其實投票意向是一種很情緒性的東西 我覺得現在藍綠的對手 柯文哲的對手啊 就是陷入這個自我的泥 那我就是說 比如說聽了這個 梓家董事長韋翰講的說 柯文哲都不會說謊 剛剛是這麼說嘛 都不會說 然後馬上就回去 做功課 說你看國安講稿 就有哪裡有說謊什麼 就丟出來之後呢 那一般的選民 特別是網路世代 在年輕世代接收到的 他認為說就是霞不掩餘啦 就是相對上來講 他就是相當直率了 那你硬要跟我雞蛋裡挑骨頭 你講的話我一句也聽不進去 再也聽不進去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現在 藍綠面臨到的困境的一個縮影 我們自從綠營要自提人選之後 那當然就開始想要貶低對手 就是包括柯文哲 想要宣揚自己的好處 可是我們挑的那個議題跟戰場 沒有被社會接受啦 當你要打擊柯文哲的台灣價值 打擊他的誠信問題 或是他的能力問題 比如說剛剛我們有看到影片啊 共榮市的公園 共榮市的遊樂設施 韋翰覺得很好 我也覺得很好 那是不是柯文哲政績 我覺得你去否定他的時候 你要花十倍的力氣去告訴人家 為什麼他就長在那 有人感動的落淚 然後你說那不叫柯文哲政績 你必須要花很大的力氣 而且效果可能不好 那我覺得過去民進黨在這幾個月 有時候常會陷入這個迷思 幹這個事情 這個是現在民調起不來的第一個因素 第二個因素 急了之後有沒有輪於那個花拳秀腿 我坦白說這也都是自我檢討 我昨天看到這個有一個貓的漫畫 有這個TOK一四二四三四 我那個那個文宣 我到現在我還不敢想 我不知道是誰做的 我坦白說我不知道是誰做的 我真的是差點留下了 就是痛苦的淚水啊 因為這個這個事情如果說 我該怎麼說 他如果是一個外圍的是 姚文志的年輕的粉絲啊 什麼之類畫了投稿 然後自己去做 這個無所謂 那變成是一個市長的臉書 的主軸的時候 我覺得有點難過 特別是這一題裡面 這個姚文志在這邊是失分 不是得分 所以你在做的事情 是有點想要力挽狂瀾 可是你選擇的策略 你想要用動漫的角度 用偉娘用擬人化 然後特別你又提到一四二四三四 那個一四跟二四的下場 就是被你的對手一直放 擴大你的傷口 你去強調這個齁 我真的是蠻難過的 那國民黨也沒好哪裡去啦 我抱歉 我看到那個丁守中 他說支持柯文哲去選2020 然後台北市長就我丁守中當 我也是差點要笑到病鬼 這個吳敦義跟那個朱立倫 可能大概心裡大概是叉叉叉 圈圈你個叉叉 我覺得這個現在這些市長候選人 的策略已經走上那個兵 兵為用軌了 就是他現在好像越來越被拉開 然後追不上開始走一些險招 可是這個險招是不是對的 我很懷疑 可是我們再說回來齁 柯文哲現在 剛剛我們上一趴最集中討論說 那2020會不會出來 我的看法跟幾位比較不同 我認為是鐵定不會出來齁 那原因是這樣 這只有兩種假設 一個是他真的選上台北市長 選上市長之後 其實之前大家有講過 大家知道那個一選上 剛就職 差不多2020的總統大選的 想要準備 想要參選人就要起跑 你沒有辦法說服其他 投給你的選民說 不是說你去選總統的政黨 不是 是你沒辦法說服大家說 為什麼台北市長 要重新再投一次啊 這是一個 光是辦一個選舉 是上億的經費 對這是一個可能 第二個可能是敗選 敗選的這個 我們之後有時間再慢慢談 但我認為柯文哲 不會在2020出來挑戰 可是現在有沒有在蓄積能量 我覺得是有的 我其實剛剛看影片的時候 我看到一個很像很相似的臉孔 我目前還不敢確定 這個人是誰 他是台北市玉蘭花協會的理事長 陳秋樂是理事長 我注意到他在今年三月獨派說 我們要跟柯文哲說拜拜 要自題 這就是台灣議事的人選的時候 他也是在受邀之列 玉蘭花協會是什麼協會 其實有關心政治的朋友 大家知道 那這個人剛剛就出席了 梓家董事長說的那個什麼 Lady那個粉絲會 在那邊還拿牌子跟他合照 如果我沒有看錯的話 這個是不是代表其實 我們在講說民進黨 為什麼現在有分裂投票 連獨派挺獨的這種的可能也分裂投票 綠色和平董事長陳雨昕 陳雨昕長期都是他的好朋友 所以其實這個都是他的資產 那我最後用一句結論 民進黨不能夠這個自毀長城 也不能夠是失敗主義 那你要打你要打得漂亮 其實不是在幹這些事情 我很希望我們的市場候選人 能夠丟出一個像四年前 他在爭取黨內初選的時候 打敗顧立雄那時候 讓他耳目一心的是 你有提出一個很大的願景 不管大家贊不贊同簽松機等等 你提出大願景之後 追隨你的人 或我們這些抬轎的小機 就去講那個願景 不是在講貓啦 不是在講這些 好明顯怎麼觀察 我覺得說柯文哲 到底會不會說謊 其實過去其實還是有些紀錄 都可以查 那只說我就在座大家也同意 柯文哲不管怎麼講 他是不是說謊 就是說他的那個辦公室主任 蔡壁如跟趙騰雄見了幾次 柯文哲始終也講不清楚 在議會也是之乎其辭啊 再講這些效果都不好啊 對我在講說 為什麼講這些 對他的民調沒有影響到 就說像指家董事長是說 柯文哲是失言 不管是失言還是說謊 這些都不會影響到柯文哲的民調 為什麼 相較為說 剛剛有人講說 柯文哲相對的說 對於其他的政治人物 相對之下是比較誠實嘛 你看2014年2015年 大家對食安的要求 所以假油啊 開始在打假油 對健康的要求 那是對吃的要求 現在轉了政治風向 開始對政治人物的要求 你要是多一點人性 多一點真實 所以我們在回想說 過去20年的政治 政治上是不是過度包張 有時候過去了 然後想走在馬路上 會不會挖鼻孔 我也會啦 有時候會啦 有時候看到知識者 看來我看得很不好意思 還是會你就被制約了 人家要求對政治人物 應該是怎麼樣 可是過度包裝了 就是這樣子啊 現在一般人要求說 對食安的要求一樣 對政治人物的要求一樣 食安我不要黑心食品 政治人物 我不要黑心政治人物 我要的真實的政治人物 是你我一樣的嘛 明顯是市議員裡面 候選人相對誠實的 所以你覺得這次 這次就相對真實 相對誠實 會得到認同 對會 好那我再問你一個 更深入的問題 我的觀察 蔡英文本人也沒有貪污啊 就是說他也沒有做任何 重大人格的傷害的弊案 跟普警惠也不一樣 普警惠是有壞朋友 壞朋友還縱容他女兒啊 搞特權啊 那蔡英文本人 也沒有重大的弊案 或重大的缺失 何以民調跟政治能量 消耗的如此之快 蔡英文在選舉的時候 他有講人格特質了 在執政的時候 有講出他的政績 那又不是人格特質了 所以他在執政的時候 他犯了幾個重大的錯誤 最重要我只用四個字來選擇 蔡英文呢有事無膽 她有很多見識 她很多事情她都看得懂 但她做不了主 蔡英文就這麼簡單一個人 所以她把最好的時光浪費了 她把每一件事情她做不了主 她是一個無法做決定 無法領導的領導人 因為我的觀察是到目前為止 執政兩年多 如果我們的標準 對如果我們的 他們有貪污啊 對 但是知不知道別人有貪污嗎 不只是貪污 譬如說普警惠的崩盤 是從她的好朋友的女兒 那進入這個梨花女子大學 然後特權然後貪污 然後追蹤出普警惠身邊的 一大堆好朋友們 而那些好朋友們 實際上是有法律責任的弊案的 我的意思是說 蔡英文本人還沒有涉及這種 人格的重大缺失 何以政治能量 快速消耗的這麼快 那個就是領導的魄力 他的領導能力被看破了 那並不是說要做什麼壞事 那柯文哲會不會有朝一日 如果走到了這個位置 也面對一樣的考驗 我個人目前觀察柯文哲 只有一個觀察 他只是一個藍綠政治 長期以來的現象的破壞者 但他不一定是重建的建立者 我對他的建設能力沒有把握 但是對他破壞這個事情 破壞能力相當有威力 百分之百肯定 好我們廣告之後回到節目現場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大家好我是林官 我們看再過三個半月要選舉投票 那這場選戰本來是地方縣市首長的選戰 不過在民進黨這個選戰的 操盤人洪耀福的說法 藍綠袈裟殺柯文哲 如果他還可以勝選的話 真的會變成台灣最大月 那大月落麻的2020 實際上上個禮拜 貶系智庫做的民調 今天早上中時也做相關的民調 柯文哲都變成2020的選項之一 而且呢人氣看起來 此刻的民調數字是會撼動藍綠的 真的整個2020的政局 會因為三個多月之後的選戰 而受到影響嗎 那這場選戰背後有多少 不會人知的故事跟內幕 我們待會兒要好好聊一聊 今天現場要請到五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朋友是台北市議員黃珊珊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再來是蔡平昌蔡總 大家好 再來是康文俊 好 再來是黃偉翰 大家好 大家好 再來是阿仔豬雪橫 各位大家好 我們先看喔 康文哲真的是大尾流汗 那現在看起來康文哲的旋風 不只是在台北市的選戰上面 顯然相對上 丁丁跟瑤瑤都邊緣化了 那如今呢 中時跟上個禮拜的貶系智庫 都做2020的選戰 為什麼三個半月之後才要投票 可是現在就開始做2020的民調呢 我們先看一下下面這個報道 先拿出手機來掃一下 好 掃描之後呢 可以登入自己的這個踩踏成績 拿著手機和全聯董事長林敏雄 一起試騎火水飛輪 雖然碰到生日 台北上柯文哲照樣形成滿檔 沒有政黨奧元的他 難道要改從財經界爭取支持了嗎 一個好市長 我想大家市民都會非常支持他的 好啦 謝謝 敏感話題柯文哲不願多談 但根據平面媒體最新民調顯示 2020總統大選要是蔡英文競選連任 支持度只有1成2 國民黨由朱立倫出馬支持度2成6 柯文哲則以3成1的支持度遙遙領先 從頭到尾都沒有說我要選 我現在也很奇怪 這種民調這種做的目的是什麼 再度強調自己沒說要選 但高人氣無法擋 民調顯示要是年底柯文哲連任成功 仍有將近四成的民眾支持柯文哲再選總統 難道真的要像民進黨秘書長洪耀福說的 成為全台最大委了嗎 還是那句事事難料 你知道 所以把每天自己該做的工作做好就好 我還是推薦他們去看那個五狀元書籍 柯文哲狂打太極 但日前兩岸一家親一席話引來爭議 更爆出他在雙城論壇講稿 有不同版本的說謊風波 資深媒體人周玉寇痛批 柯文哲根本就是網路流氓 如果人家議會在問的 那你就還是照正常程序 先回答議會再處理 我覺得是這樣 也不要說 有時候議會很敏感 他覺得說 裡面又用媒體來回答 所以我們還是照正 照 應該叫standard 這也是我的SOP 以後的發言我們就 聽聽看看這樣就好了 你有打電話電視高層說新聞嗎 其實也不會是我打的 儘管名嘴金咬不放 但柯文哲沒再怕 隨著選舉逼近 力拼市長保衛戰 柯文哲活力全開 藉由張嘉玲 張新聞 SV小組台北採訪報導 好 人俊我們上個禮拜 看過2020貶系智庫做的民調 那貶系智庫想要拱賴清德 這個人盡皆知 那今天的忠實民調是什麼意思 是想要拱柯文哲嗎 我認為最近大家在做民調的 這個事情上面 當然第一個大家關注的是 2018整體的這個選戰的佈局 那第二個大家會看到很多的民調 是針對2020所做 那我認為當他開始針對2020來做的時候 基本上很有可能對於 這些做民調的這些媒體 或者是對於很多選民來講 可能2018選戰這個的結果 大概已經心裡有個數了 也就是說民進黨 可能在整體的執政不好的 這個狀態之下 很有可能在這一次的選戰 最後不會像上一次 比如說在2014年那樣子 獲得大多數的勝利 我覺得這個的趨勢 大概對於民進黨內部來講 大概都有也大概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在幾個比較過去看起來選的還不錯的地區 可能都呈現五五波的狀態 那這個當然會呈現的就是說 如果民眾在2018展現這樣一個 投票行為的時候 民進黨有多少時間 他去反轉民眾現在對他的看法 那這個當然不是隨口說 就是說你如果從民調趨勢來看 對於民進黨政府的不滿 跟對於民進黨本身執政的不滿 其實在這一段時間的數據都非常非常高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比如說在這一次的這個 2020這個所謂的 萬萬中始的這個民調來看 你可以看他呈現的另外一個狀態 就是說民進黨現在是由誰來當總統 是由蔡英文當總統 這個沒有問題 可是蔡英文拖累民進黨的這件事 對於民進黨內部本身來講 可能也沒有太大爭議 民進黨執政的兩年多的政績 只算蔡英文一個嗎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說 就是說你黨主席有沒有能力 或總統有沒有能力掌握住 全部你的行政跟黨的體系 我們光講一件事情 總統該不該兼黨主席 過去在馬英九跟陳水扁的時候 都曾經吵過 大家也都說我要做一個獨立的黨 做一個獨立的總統 不去干涉黨務 但最後你可以看到幾乎全部 沒有幾乎就是全部都是總統 兼任黨主席 因為他黨政跟所謂的行政 必須要一把抓 所以所有人絕對不會認為是自己 出的問題嗎 一定會認為就是你的領導者出錯 所以我剛剛講說 蔡英文在這一段時間 雖然有黨政 雖然有行政 可是他在行政上面 你可以看到 他的橫向聯繫就有問題 更不要講他的上對下 所以開始有一些說法會說 蔡英文是不是令不出總統府 可是另外一個更尷尬的是 蔡英文的令能不能出黨中央 也就是他在黨裡面看起來 有各個不同派系裡面的 爭執跟掙扎 甚至在不同的這個事務上面 其實大家各自表態的意見 也都不一樣 那那些對於民進黨來講 其實都是很直接的傷害 我現在講的那個傷害 是黨內直接給他 比如說一粒一休 你可以看得到的 就是像這個這個林淑芬的 那個樣子 那你說在深愛電廠的這件事情 我如果沒記錯高智鵬 也表態他反對 那這些東西 其實對於很多人來講 都會不知道你民進黨 在打什麼樣整體作戰 所以蔡英文的民調 你看在這個部分裡面 他在蔡英文朱立倫 跟柯文哲相比的時候 蔡英文只有12%而已 那朱立倫26.9%跟柯文哲31.5% 我必須要講就是說 這個是選擇性的挑人 因為國民黨 為什麼一定是朱立倫 為什麼不是 大家認為的黨主席是吳敦義 為什麼不是這一些 他也有做國民黨的 這一個人望的民調 相對上朱立倫比較高 所以他挑了一個朱立倫 那問題是在吳敦義之前的黨主席 不是叫朱立倫嗎 那朱立倫後來在國民黨任內的 那個黨主席的任內 其實你說他沒有爭議嗎 我想大家心裡都有數 從不分區的這個委員的選的選擇 一直到他後來對於國民黨 他到底有沒有有沒有 如他當時早上那個八九點 在臉書上宣布他要選黨主席的時候 的那個那個意氣風發 我覺得大家都有一些的評價 可是我覺得在同一份的民調裡面 他更可怕呈現的另外一件事情是 他把賴清德也拿出來做民調 當然我覺得民黨的朋友 他一定會認為說這有所謂的機構效應 可是您回來看一下 就是當賴清德放到這裡面的時候 他所呈現的一個可怕的情形 是連賴清德都只有15.4% 賴清德現在對於民進黨來講 是民進黨不可以再被破滅的神話 我覺得臺灣的政治很悲哀 臺灣的政黨政治永遠都在塑造一個 神話級的人物 也就是說當這個人被神話之後 所有人齊心重力就是要拱他 你看小英當時民進黨拱成什麼樣子 即便國民黨的人說 他是回旋夢裡的女人 他是活在雲端裡的女人 因為沒有人知道蔡英文的內心真正是怎麼樣 可是當他在那個氛圍之下被捧到高 現在蔡英文看起來整個整體的民調 被從那個神壇上拉下來之後 那只有一個賴清德是大家覺得不能破的 可是在同樣的民調裡面 你會看到賴清德是15.4% 我們如果真的要用術語回來講的話 15.4跟12.1 基本上在3%之內 那也就代表什麼 如果這個民調 我們都不討論說有沒有特別的機構 或可信或不可信 單純就數字來看 如果民眾對於民進黨的整體的信賴度跟滿意度 大概已經跌破了他所謂的死忠的支持度 那這個15.4跟一個人還蠻有趣的 跟姚文治的狀態 你就會發現還蠻有趣的 也就是姚文治15幾乎沒達到過 那他幾乎都在15的線以下 我如果把蔡英文跟賴清德 視為一個整體叫做民進黨的代表性人物的時候 他就呈現出來的是 民眾對於民進黨整體執政的不滿意 為什麼 因為你看到其實朱立倫跟柯文哲 都沒有太顯著的變化 您從這個表上面馬上又看得出來 對於蔡英文來講 他的執政滿意度是26 信任度卻只有30 其實只他4%左右 這個4%其實講實話沒有太大的差距 也就是說當他對你的信任都沒有的時候 我不會信用你做得好 那你就可以看得到他或許未來在不滿的部分 或者在負面評價部分 他就可能再往上去 可是他們代表的不叫個人 他們代表的是民進黨整體的 那個整體的一個叫做政黨 因為他現在就是行政跟立法 所有的權都抓在手上 所以兩年多的時間換取到這樣 我聽到一些民進黨的朋友其實非常擔心的 而且他們擔心的是你現在回來看他的選戰 所有人都在做一件事情叫做單打獨鬥 也就是說他居然開始在走國民黨 當時在2015年的時候那個慘況 也就沒有人敢跟其他人綁在一起 他就只能告訴他的選民講說 我是一個個體 你只要相信我就好 所以有一些民進黨市議員的朋友 他們要選舉的 很多人就會直接遇到當時2015年的時候 民眾去跟國民黨就是 你的票我可以給你聽 但是你那個我真的聽不下去 那那個的說法其實就很可怕 所以我上一次很具體的講說 在新北市的部分 蘇貞昌的人想要去找人家來參加候委員會 想要給他證書說 我聘你為我們的顧問或什麼 其實講出來那就是一個榮譽子 等等 上一次你說是 在台北市的部分 民進黨議員的總得票 很有可能大於姚文治 在新北市也這樣嗎 我認為會 就是說新北市民進黨議員的得票 你的觀察也可能大於蘇貞昌 而且其實這種情況 在分裂的情形下面不是沒有過 你如果去看上一次小英 在高頻地區的得票 你就會發現到小英的得票 其實是低的 也就是說民眾對他沒有信任度 所以現在議員 他很明白的感受到的是 尤其像台北或新北 他很面臨的是選民他自己 第一個選情真的冷 第二個就是說當這些議員 他很努力的去喚醒 人家對他記憶的時候 那這些選民他到最後只能選擇一件事 你就說好吧 我對你上面那個五感 但我可以支持你 所以我剛剛講的是 譬如說我剛剛講新北市的那一塊 我上次講說 他去找十個深綠的 這個過去傳統支持者 有四個直接跟他講說 我不要接這個聘書 那那個的可怕就在於是 當他吵的都是傳統的支持者的時候 而支持者告訴你 這個人我挺不下去 那你覺得問題會 如果你是當場的議員 或你是當場操盤的人 你會怎麼想 沒關係 你選擇這票要給我 你選擇這票你挺給我 那就分裂投票 讓你自己去選擇 我覺得這就是現在 在這個所謂都會型地區裡面 民進黨遇到一個很實質的問題 就是當民眾已經在這個時間點 就告訴你 我要分裂 那你怎麼辦 我們以前講說高平 臺南高雄跟屏東 只要初選一過 你的選舉就結束了 你現在看這個氛圍 還有這個樣子嗎 你沒有發現到 有很多地方的情形是變動 比如說以臺南來講 臺南光一個credit Friday 可以爬到第三名 你一封可以爬到第三名的狀態 其實我講實話 現在開始有一些認為說領先者 他不應該去參加辯論的 我可以跟你保證 接下來應該很多人會講說 好吧 如果要變就來讓他變 讓選情炒熱一點 好我們廣告之後 回到節目現場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看的是三個半月之後 地方首長要選舉投票 可是有些人 老是迫不及待的做2020的民調 包含上個禮拜 扁系智庫做了一個2020選項的民調 那也包含今天早上 忠實的民調追蹤2020的人氣 現在看起來 柯文哲確實是超級政治明星 那這場超級政治明星的選舉 不只是影響著 三個半月之後的地方的選戰 甚至可能一路影響到2020 我們再看一下下面這則報導 北京黨台北市場參選人 姚文志臉書最新貼文 三隻愛貓化身動漫人物 除了強調自己是愛貓人 似乎是要反擊網民對自己 不愛動物的攻擊 是我一個漫畫家的好朋友 看到我的故事以後 他想借用我的臉書的平台 希望透過連載的方式 內文寫著七五謠霸的鍵盤酸民 就讓我們來教訓他們 朋友跟網友宣戰異味 今晚受到攻擊 姚文志心情不受影響 出席愛爸爸大聲說活動 跟民眾互動熱絡 有了總統蔡英文加持 姚文志信心滿滿 對於國民黨市長參選人丁守中 打算對柯文哲的施政提出 一週一質疑的動作 姚文志也有準備 每週一政策也可以啊 那至於這個丁委員 他要採取什麼樣的做法 這個我們沒有意見 但是對於市政的檢討 其實我們每天都在進行 姚丁兩人不約而同要猛攻示政 關於部分議員批評柯文哲 把市政丟一邊去出席簽名會 姚文志也借勵實力提出質疑 這個選舉變成是姚文志在提政見 姚文志在提想法 那其他人在想選舉的花招 把台北市政先擺一邊 把未來選舉的圖謀擺一邊 他就選總統來丁守中來當市長 決定能夠讓台北更振興 更繁榮更發展 就蘇張的立場 他當然印了 蘇印了他就要promote 姚文志炮火猛烈 丁守中謹慎因應 選戰白熱化為了拉近 跟柯文哲的民調差距 藍綠陣營各出其招 幾週之後報導 好 山山議員你怎麼觀察 明明是三個半月之後 要選舉的是地方首長 可是現在看起來 柯文哲的人氣很熱 熱到燒到2020 那顯然在幾個不同機構 所追蹤的2020的民調數字 他都是其中一個選項 而且是有相當的政治能量的選項 你怎麼觀察 我覺得現在才2018的8月 不是嗎 就是好像台北市長已經選完了 而且好像要選2020了 我覺得 因為這次的選舉 剛剛看到那個姚文志 跟丁守中跟柯文哲 尤其台北市的選情 其實說熱 可能就是只有柯文哲一個人在熱 那我們看到其他兩個市長候選 尤其像丁守中 他說他準備了24年 那姚文志也準備了4年 可是我們怎麼看 就這兩個都好像還沒有準備好的樣子 那這個民調看起來就是忠實 忠實來做是有很特殊的意義的 因為對他來說 他其實是比較長期偏藍的媒體 但是對於柯文哲也是相對的友善 那這次的民調出來的結果就是 一直就是說 賴清德 蔡英文都沒了 只剩下柯文哲 可能連朱立倫都比不上柯文哲 這下一個就是 為什麼柯文哲會今天變成台灣的 台灣最大尾 其實在白綠分手之前 其實柯文哲還要去電視上面說個拍誰 那是誰讓他變成台灣最大尾 因為民進黨他們可能基層 包括獨派的聲音是說 啊我們一定要自己提人 所以走到了今天這步田地 那柯文哲其實一直都是希望說 大家能夠好好合作 然後接下來好 既然沒有辦法合作 那就各走各的路 我覺得是一個台灣政治必須要走出來的 長期以來被政黨跟黨派跟顏色 所區分的東西 你如果不走出來 你可能還在那柯九裡面 所以今天柯文哲也許他走出來 所以他反而成就了現在 所謂人民其實厭惡藍綠對決 其實從2012到現在的藍綠都執政過 都大勝過 但是大家都失望了 所以現在回過頭來就是 好那誰有做事情 誰可能把事情做好 中央的執政拖累了各地的選情 那台北市為什麼大家會覺得 柯文哲怎麼越來越好 那為了越來越好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他可能在這三年半 做的事情是讓人民可以接受 甚至至少你看不到他做什麼 太多的壞不好的事情 我講最簡單的 為什麼在台北市以前都是 國民黨執政 長期以來馬英九好龍兵 整整16年 這16年有很多台北市的發展 我們看到都市計畫變更 可能但是大部分都是圖利的 某一些特順的財團 比如說台北好好看 就是幾個財團 那幾個大樓 但是柯文哲也做都市計畫變更 他圖利的是什麼 他圖利的是大部分的市民 我講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在南港 整條鐵道旁邊 原來都是工業區 以前必須要回饋37% 才可以改建 工廠大公司沒有問題 但是小公寓沒有辦法 20年來前面兩個市長就說 都要回饋我沒辦法 可是柯文哲就希望用東區門戶計畫 串聯出整個南港的發展 所以他變更了我們南港 整個區域的都市計畫 南港為什麼那個民進黨的里長 這麼支持他 因為整條鐵道旁邊的房子 因為柯文哲的都市計畫變更而改變 他們將來可以改建 不用回饋到37% 對整個地方的民眾來說 那是很有感的 可是你現在也看不到 可是這個事情只有柯文哲敢做 因為他沒有私心 我沒有土地 我沒有國民黨的黨產的包袱 所以我把它變更的時候 我不會認為 外界不會認為我賺了錢 或我做了什麼事 那之前的政府可能 變更就是變更到一兩塊 所以包括國發院 包括地保 包括什麼民眾的感受是很深的 我覺得這就是回到 為什麼他會是 現在你覺得他是台灣最大的 因為他做的事情 我覺得他會出狀況 他可能偶爾會失言 但是他的思考邏輯是直接的 第二個他沒有私慾 沒有私人的 他可能有些事情很堅持 可是他不是為了他自己 所以你在台北市 包括我們當民意代表 我覺得在市民來看也一樣 就是這三個候選也好 其實台北市長的候選 已經可以組成一支棒球隊了 應該有八九個以上了 但是為什麼他可以一支獨秀 因為我覺得還是回到 選舉不是每天的搖起吶喊 或者是臨時做一些什麼新聞議題 而是你平常做了些什麼事 你關心了什麼事 就像上次屏東的議員 他平常做了什麼事 所以引起了大家的共鳴 如果你平常都沒做的事 只是選舉出來做一個宣傳 或什麼的話 我覺得那是沒有用的 所以同樣的 中央執政 你做了一些什麼事 其實民眾是看在眼裡的 如果中央執政到現在 賴清德 蔡英文他們的執政 讓民眾是有感受到的話 我相信他們的支持度 不會這麼低 反過頭去看一看 柯文哲 我上次講鄭文燦 為什麼他們做得好 大家就支持他 就是你做的方式 跟你對人民聲音的感受 跟說難聽點 你有沒有下去行動式的管理 你有沒有去感受到他們 真正需要的東西 還是只是做一些政策 造就一堆數據 然後讓人民沒有辦法直接 覺得我很想繼續支持你 我覺得這才是我們現在政治人物 很需要去思考的 就是怎麼樣讓 其實藍綠 所以他們現在包括蔡英文 我覺得他們都開始要 拉回藍綠對決 因為拉回藍綠對決 對兩黨最有利 但是我覺得這個 為什麼選情這麼冷 就是因為大家不要藍綠對決 所以你說白色力量也好 或無色力量也好 什麼都不要有顏色的情況下 誰做事就給誰支持 所以柯文哲接收了 最大的不爽藍綠的這一群支持者 跟政治能量 我覺得他是 他知道 從頭開始他就知道 在台灣的社會裡面 藍綠會越來越少 中間的力量會越來越大 因為大家在這20年 將近從2000年開始的20年間 我們落後了亞洲其他的國家 我們甚至現在大陸的崛起 我們也在後面 好像我們現在也不如 大陸的某些城市 這些東西其實台灣人是看在眼裡的 所以他知道再走藍綠對決 這是沒有用的 我們應該是把我們的基礎建設做好 我們把台北的 國際建設力加強起來 接下來的才是走出去 台灣要走出去 台北必須要先站起來 我覺得這個部分 對他來說 他很清楚的知道 因為我上次跟他 我選立委的時候 他就跟我講了 大家要相信數字 台灣的40歲以下 其實是沒有藍綠的 40歲以上才會有傳統 所謂意識形態 偏藍偏綠 所謂獨派同派 但是在40歲以下的人 他去年 四年前 現在16歲的人 現在又20歲了 他這個範圍就越來越上面 所以整個 現在就拉到45歲 45歲 到2020 2024可能就拉到50歲以下 也就是說 這一條線 對他 對這剛剛講的 他是經濟選民 他是生活上面需要 有發展的選民 甚至年輕人 他希望知道我將來的希望在哪裡 我城市有沒有競爭力 我國家有沒有競爭力 這個不是騙得了人的 所以我覺得大家還在想藍綠 包括姚文志 包括丁守忠 他們都想回到藍綠對決 那台北基本盤就他們拿走了 那就不用 我們今天就不用討論 為什麼這位奇怪的人 他會變成台灣最大位 台灣最大位的原因是 因為他掌握了台灣大多數的民意 那而且這一個台灣最大位的 台北市的選戰的效應 很明顯是外擴的 因為這兩次做的2020 這個民調 基本上是跨區域的民調 那柯文哲因為全國性的知名度很高 那因此他的支持者 實際上是外擴的 這個週末你看他去台南的簽書 那也很夯的 就是說柯文哲很有可能 會成功的破壞藍綠跟解構藍綠 那解構之後 他可能是成為 宋楚瑜往後的政治人物當中 另外一個跨越藍綠 那有政治能量的人物 有可能 我覺得他的 他的立場一直就是 我不需要製造藍綠的衝突 包括他的施政 所以如果他繼續用這個基調走下去 我相信大部分的台灣百姓只會覺得說 沒有藍綠才是真正的衛民服務 很多藍綠對決痛苦就在於說 好像幫派一樣 你不是我的我就要開除黨籍 但是柯文哲是 你不要 你不想參加那邊你就過來這邊 你講的有道理我就做 大家就一起做事 我覺得這次台灣社會 這個將來必須要走的路 那你覺得柯文哲是一個單一獨立的特例 還是一個主流趨勢 長期來往後看 會有越來越多類似 他這樣的政治人物跟市場出現 我覺得會是 因為就像很多先進國家 尤其像歐洲 歐洲慢慢慢慢其實都是小黨林立 對 小黨林立你必須要做什麼 你必須要聯合政府 你必須要坐下來 所以你覺得台灣可能走到這一條路 將來因為兩大黨 大家都給他很大的機會 但是他都可能都沒有做得很好 所以你會看到說 只要願意跟其他政黨合作的人 他就得到民眾比較多的支持 我上次就講 鄭文燦是最好的例子 他是正部分藍綠的時候 你根本你根本 藍的也很難把他打敗 同樣的其實回到藍綠對決 鄭文燦最不利啊 對那個侯友宜也不利啊 對侯友宜也不希望 因為侯友宜沒那麼藍 所以他其實可以拿到大多數 一般民眾的支持 如果回到藍綠對決 那就變成是 那綠跟藍大家都要回歸原點 我覺得這件事情 其實不太健康 應該是回到說 你願意跟其他政黨合作 人民給你機會 這個國家才會真的 往前走下去 好我們廣告之後 回到節目現場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看的是 再過三個半月才要選舉投票 好不過上個禮拜 貶系智庫今天這個中時民調 都追蹤了2020的選戰 那柯文哲的政治能量 現在看起來很有可能會變成 2020選戰當中的一個非常重大的變數 可是妙的是 三個多月之後才要選舉投票 柯文哲真的已經穩穩當選了嗎 為什麼明明三個多月之後 才要選地方首長 現在就開始做總統民調 我們再看一下下面這則報導 民進黨台北市場參選人 姚文哲從總統蔡英文手上 正式接下大旗 營造出民進黨內不凡的 團結戰鬥力 黨內大佬難得團聚 甚至好久不見的駐日代表謝長廷 也特別錄製影片跨海駐政 民進黨全台輔選列車 回到主場台北 台北市議員參選人全員到齊 蔡英文更拉起姚文哲的手 要向外界證明 姚文哲才是台北市長的最佳人選 我認識姚文哲很久 還有兩個很特別的優點 讓我印象深刻 第一 她的點子特別多 第二個就是她的毅力 姚文哲每次選舉都是逆境求勝 姚文哲靠著自己的鼓勵 拚出了一個稀釋 真的很不簡單 姚文哲從正以來的點點滴滴 蔡英文全看在眼裡 難得回到肇事主場 姚文哲當然不會放棄機會 向台下選民信心喊話 我們會一本初衷 全力以赴 我們所推出的對台北的政見 不但是只求對決 我們還要讓大家目不暇擠 琳瑯滿目 讓大家知道台北有多少的目標 多少的努力 我們共同來推動好不好 姚文哲翻台北民進黨全省動員 拼連線 更要透過獨特的綠營魅力 緊抓一張張選民手中的那張選票 記者萬家維 謝前 SNG小組 台北採訪報道 好 蔡總 剛剛看到的是這個週末 這個小英總統幫姚文哲授齊 那肇事 可是呢 妙就妙在喔 現在看起來喔 控制政治能量跟民進黨分手過後 好像居高不下 而且足以撼動或者影響2020的選戰 剛才這個蔡英文為台北市長候選人 姚文哲站台助選 這樣的畫面呢 真的沒有票房 為什麼 一點都不感動人心啊 我跟大家分析喔 我們長期觀察台灣的經濟 我們告訴大家 台灣的外在環境改變 選民的結構也改變 民眾的需求也跟過去不一樣 這是一個大的方向 所以呢 現在國民黨也好 民進黨也好 從現在2018的年底選舉 一路到2020年的總統大選 我告訴你 拿到的葵花寶典第一計畫 欲煉神功 必先制功 國民黨要制功什麼東西 不要關掉 民進黨要把什麼啊 戒掉 不要台獨 你沒有達成這兩個 我告訴你 徒勞無功 我們就講丁守中 其實 民進黨要自推人選的時候 我就說丁守中有機會 但是搞到現在民調啊 江和日下 為什麼 我舉一個例子 你就可以發現 丁守中 是在201711月28號 距離現在已經那麼久了 他表態參選 在那一個參選的花布會裡面 找來誰 毛治國 講了一堆 智慧城市交通 我說把你幾個重點 大概有十個 全部都聽完了睡覺 這是民眾要的嗎 你還在挺有一個官僚 找這些大佬的 大佬跟民眾有什麼關係 沒關係啊 你找他幹什麼 當年連勝文為什麼會敗選 你住在地堡啊 你為什麼不參選 臺北市長的前兩個月 前兩年 不能兩個月 前兩年你就搬你地堡 去租一個房子 到社區裡面 告訴社區的人 你們有沒有什麼需求 我當臺北市長以後 我幫你啊都是更新 然後出來的人不要大佬 不要跟胖達人的人 站在一塊 胖達人剪輩他就會站台 想說你就跟那些人在一起 你旁邊要站的是什麼 是弱勢族群 哎呀我沒有房子住啊 我現在需要怎麼樣 社會住財啊 我跟我太太的收入 一個月啊只有五萬塊啊 這樣領有啊 然後或者出來 有一個人說 我這個老房子住了五十年啊 還在漏水啊 我要都更啊 台北市長要幫我什麼東西啊 你旁邊站這些人 你就贏了 你就贏了 所以假如丁守中 在第一時間我出來 我就是說民眾的需求 經過我大數據的統計 最需要是拿三項 三項就好 你不要十項 十項大家沒有耐心聽 嗯 三項 然後旁邊站的這些這些啊 這些樣本 然後你們要什麼 我立刻給你解決 我只要當選我就解決 他會形成一個擴散嘛 所以你看啊 到現在丁守中說啊 他要聯繫八個禮拜打這個市政 他說他要感動人心要改變 好我們就看他改變什麼 我希望啊不要再找王毓民啊 那些人啊出來 我的政令先倒 嗯 不要 而且都不要靠別人 就你自己 你不要看我你的那些 旁邊的什麼 進險的這些 什麼主任啊 什麼那些 什麼總幹事 不要 就你自己 人家看你丁守中講什麼 袖子捲起來 領帶脫下來 對不對 布鞋穿出來 然後直接的一開始 就直接的切入問題 但是要公託 好我怎麼做 我怎麼做 我怎麼做 好請這一位 他家裡有什麼 這個小孩 有什麼需求 他講清楚嘛 結果你看 丁守中說玩的 就是國民黨幾十面那種官僚 弄得場面很大 但是呢 沒辦法改動人心 然後我們再講這個姚文志 你看他第一場的造勢 把松山機場牽走 神經病啊 都不做功課 各位知道嗎 松山機場 它不是國內縣喔 它很多是國際縣喔 一年出入境的人數 三百多萬人次 一個機場 三百多萬人次 有多少人用這個機場 多方便 你把它牽走 好牽走 那你就給我 找一個更好的替代方案 他也沒講 然後你看喔 我都還聽過 我故意聽過 聽了 姚文志跟這個李秀蓮 在某家電視台 那個台北市長 民進黨裡面的初選的辯論會 你聽聽那場 我就特別耐心的聽 我要看姚文志講什麼 拜託 把台北城 就台北市 以前的歷史 講了一百多年 沖啊一千 講了以後 最後的結論是 把它造成首都 中華民國的首都的城市 我告訴你喔 你有點知識喔 全球很多的大的國家 首都都不是經濟最發達的國家 的城市 美國首都是誰 華盛頓啊 你以為是紐約啊 華盛頓在美國經濟 排在前幾年都排不上啊 澳洲的雪梨也是一樣 他不是首都啊 你幹什麼要首都啊 三百萬的台北市民 要首都幹嘛 要經濟最發達的城市 其實喔 我常常在亞洲各個城市啊 旅行 我告訴你台北現在輸 上海北京 輸了一大堆 甚至印尼的亞加達 我看那個輝立賓的馬尼亞 快要超過我們了 更不用講泰國的曼谷 我們輸在兩點 台北市輸在兩點 沒有國際化 沒有國際化 很多啊外面的來就是短暫的觀光 但沒有在這個地方創造一個城市的一個附加價值 你如何國際化 你招商 你有辦法招商 我如果引進啊 外國人也來台灣發展的產業 第二個我們四龍菜籌 你怎麼樣都市更新 人家那個每一個地方有一個區塊 怎麼樣規劃 都要一致的 你不要給我亂蓋 你有沒有辦法 我們要的是這個兩個部分 好 所以你看 難怪你要自公啊 你不自公 你怎麼會得到選民的支持 那你說回台講柯P 柯P有什麼本事 我告訴你 柯P至少還聽得懂人講的話 其他人聽不懂人家講的話 柯P至少聽懂 我舉個例子 你看這一次啊 驚嚇飲水那個典禮 對不對 我告訴大家一個數字 小三通 金門小三通 去年2017一共170萬人 陸客來70萬人 所以現在陸客喔 週末就跑到 那個金門來旅遊 買東買西 金門人很有錢 金門只有13萬的人口 總存款超過1000億 是台灣本土的存款的四倍 然後金門人有錢到說 跑到廈門去當包租公 這就是經濟的現實 所以當金門透過小三通啊 這個經濟在成長的時候 大概越來越有錢的時候呢 他水不夠 他就挖 超挖那個地下水 抽那個地下水 不行 來一個金下飲水 所以你看喔 今年的這個年底 金門縣的選舉啊 可能國民黨會光顧啊 上一次喔 我告訴你 是一個無黨籍 不過也是泛南陣營啊 因為大環境 2014啊 對國民黨不利啊 但今年可能會給他拿回來啊 你想幹嘛 我都要這樣依賴了 依賴還不搭緊喔 依賴我還從你那邊賺到錢喔 那你看金門的選民怎麼想 所以這也是台北市的結構 那你說隔了台灣海峽 我們還有受到大陸的影響 台北市有這樣嗎 那我們現在回來講柯文哲 起碼柯文哲的腦筋清楚 他跟你講說兩岸一家親 國民黨的大陸政策 在馬英九時代 其實是極度的親中 但是他有一個最大的敗筆 就說 啊彈你弄什麼的 你們聽的呢 我們一般人哪有透過這個 兩岸的交流去彈到什麼錢 這國民黨沒有做好嘛 官僚嘛 那民進黨的話 哇那你看 今天的最熱門新聞 有四十幾家外籍航空 不是把我名字改嗎 改了敢給我用中國台灣的 以後我要不讓你用空橋 拜託我聽了就火大 我們一年啊 露出近五千萬人次喔 我告訴你 你經常出國喔 那個行動不方便的 baby的 他那個輪椅啊 跟那個推車啊 都收在那個空橋那邊 所以你直接走出飛機 接空橋 你就很方便 坐輪椅出去了 對不對 你現在叫人家怎麼樣 啊 遠遠給我搭那個什麼 那個車子 然後再去坐 坐飛機 很不方便啦 拜託 能出國的人 都是收入稍微高一點的 他已經納稅了 納給你民進黨政府 去蓋這個機場的設施 結果你來懲罰我 我告訴你這個是豬隊友 光這個小問題啊 就凸顯出來 民進黨在兩岸的政策呢 都沒有貼定事實 好那回頭你就檢視 那起碼柯文哲 至少兩岸加親嘛 他沒有排斥嘛 我告訴你喔 假如兩岸關係惡化的話 我們這個內湖科學元期 產值會少一半嘛 好我們廣告之後 回到節目現場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看的是 再過三個半月 地方縣市首長要選舉 可是呢 上個禮拜喔 這個貶系民調 跟今天中時民調都追蹤喔 這個柯文哲很有可能變成 2020當中喔 人氣很旺的政治人物 違憾怎麼觀察政治的效應 而且顯然2018年這一局喔 他錯綜複雜的影響 最後會向骨牌效應影響到2020 那現在看起來的局勢 跟傳統我們認為這個 兩年之前民進黨完全執政之後的局勢 確實是有非常大的落差 你怎麼觀察 我們剛剛在講 最近在大家談論到的 金門跟泉州的這個所謂 金泉通水 我給大家看一張照片好了 因為我有一些是 新聞圈的前輩一個馬大哥 他是中式非常資深的攝影 他在金門當兵 他貼了這樣的照片出來 他不是照片 是一個影迷 他是一個圖片 他說在金門當過兵的人 在金門一輩子住的人 對於民進黨這件事情的話呢 他是會有來自這個深切的痛恨 深切的失望 到底廈門離金門近還是台北離金門近 他說他們當兵的時候是這個樣子 當然這個也沒有露點 就是軍官在洗澡的時候呢 是用旁邊蓄水池去用的水 那個水呢 因為離海太近 都鹹鹹的不能喝 水非常的少 都要靠我們台灣的運捕船去 有時候運捕船來的不夠 早上的米漿捨不得喝 放在這個內烏櫃裡面 粗糙上了回來以後要喝的時候 已經臭腎了 你還是得喝 水對金門來講非常重要 而這一次呢是大陸的水要去金門 剛剛蔡總在講通水通電通橋 至少他民生需要上 他是真的要這個水 而且那個水的價格一度賣9塊 我們台灣如果用船運過去一度200塊 我們台灣如果用船 不然你就有辦法嗎 你蔡總統跟陸委會 你跟邱垂政副主委 你就告訴你金門這個通水是統戰 我不要 然後呢你還可以罵他兩句以後說 你不要給我 然後我自己來OK啊 你拉個船 你想辦法嘛 台中離金門也才175公里 你就林佳龍市長 不是都東亞清運被弄的 我事可忍 事不可忍 台中就支援金門 我拉過去 好幾年做好你講清楚 大家支援你 那如果你用船運 是一度200塊 他現在拉過來是一度9塊 我只講一件事 這件事情你的暴衝 你的取消的這個東西 他最後可能受害的人是誰 是金門人 因為如果到時候源頭方面 他真的不給你水了 金門就沒了 所以民進黨是賭定 他知道 反而是他知道中國大陸 他不會把這個水給取消掉 然後他一定會給金門人水 因為他捨不得 或者說他不想要讓金門人失望 你反而把他把金門人的好壞 堵在大陸對金門的善意上面 這個政府的整個邏輯錯掉了 因為他根本沒有去想到說 到底誰才是索隆門王 判兒子的那個媽媽 當當你今天做的事情的時候 他的最後壞最壞結果 是金門人沒有水的 可是你卻大膽幹了 然後你還賭說金門人不會斷水 那萬一真的斷水呢 誰負責 所以反而是大陸的現在的政府 對金門人更體貼 所以金門人對現在民進黨政府 是完全我相信八成以上 都是討厭民進黨政府的 所以陳富海也一直告訴你說 我要板 因為陳富海他是五黨籍 可是他跟民進黨是有 有相關的這個合作默契 反倒是國民黨的楊政武說 不要辦 所以都是個亂套 國民黨的金門市場參選人 反而說要好 這是小英在這個策略上面的一個不同 第二個為什麼最近常常都在講 柯文哲選2020會不會啊 有沒有啊 我跟大家說 因為這個人 他就是真的非常可能要選2020 因為這個人 他根本就是用在選2020 他在選總統啊 為什麼丁守中他會打不贏 這個柯文哲 因為你在選台北市長 人家呢 人家其實在選總統 他用在選總統的高度 跟能量跟爆發力 在選這個台北市長 你怎麼能夠擊敗他呢 昨天到台南去 我真的覺得黃偉翰是超級科粉 就是我錄著錄著 我的來賓就來了好多個科粉 他們以前也不是科粉 沒有啦 冠姐我不是科粉 最近 蔡總我跟他錄影很多年了 蔡總以前也不是科粉 那麼錄著錄著 冒出好多科粉來 沒有我不是科粉 我是跟大家講說我發現有很多科粉 剛剛給大家看到的那個 就是在台南的那個簽書會的現場 這個網友他還寄給我 因為大家可能知道說 我上節目也會講一些事情 你看在台南簽書會的現場幹什麼 他不但去找柯文哲簽書 他還直接舉牌 讓台南人有機會投您 柯文哲要怎麼投 台南科粉想投票 對那怎麼投 選總統才能投 那柯文哲現在 今天記者問他說 你會不會選總統 他只講了一句說 你不要給我害啦 以後再說啦 不要給我害以後再說 事事難料以後再說 那現在中文就來了 丁守中也犯錯了 我剛剛講蔡英文犯錯 金門這件事情他將做不對 會讓他覺得說 對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剛剛關姐講的觀點非常的好 如果你對於金門是 你不顧他死活 可是你卻要要求他 那金門可不可以說 那我可不可以來一個 當然現在法令上不同意 我金門獨立公投啊 沒有我自己管自己吧 我這是用正名自憲 獨派邏輯來思考金門的未來 台灣的水也沒有去金門啊 台灣的未來也沒有接管去金門啊 那為什麼金門不能夠 就是說我反而我跟廈門 我反而跟他同意國 又跟他很近嘛 而且還很多金門人 都已經到廈門去買房子 沒有失職喝人家的水 飲水失源 那第三個我在講 柯文哲他的那個 所謂的見招拆招 在急診室看到這個人血壓膏 這樣血壓腦壓膏 這樣腦壓 看怎麼處理該怎麼處理 他在這兩天的這個活動當中 這是誰 這是跑市府記者裡面都會叫 一個叫金牌 金牌攝影 這個潘先生潘俊玲 他是每天跟著柯文哲的這個金牌攝影 這也是柯粉是不是 他不是柯粉 他是柯的攝影師 他是柯的攝影師 他剛剛昨天拍了一張這張照片 因為他都會拍 拍完之後呢 這個阿姨啊 他寫說我覺得柯文哲很好 很有魄力 然後讚讚美他 然後說他真的要投給柯文哲 柯文哲旁邊很尷尬 因為不好意思被吃得太好了 阿姨講為什麼 結果我去找 原來是這樣 今年四月的時候 臺北市的龜稅街 發生了一次的大火 新聞畫面在這裡 這是蘋果老房子吃火 這個房子吃火了 儲修掉啊 但是這個阿姨 他有地上建築物 他沒有土地權啊 他不知道怎麼辦 結果呢 柯文哲他也沒有代理長 他有一天就去了 那金牌攝影說 對這個照片是我拍的 記者都沒有這個照片 為什麼 因為我是他的攝影 所以你也不知道講什麼造成 這四月的事情 結果柯文哲有一天他就去看了 這個燒掉房子然後把它處理好了 所以這個阿姨說 我要投給柯文哲 那這些事情呢 都是在告訴你 柯文哲他累積了很多的 就是在台北市當中的一些人 對他的信任感 而你沒有發現我們還在討論 他講一些插話的同時 最後一個齁 我最近我常常在講 最近有很多的網友 因為部落客越來越多 他們自製影片 在畫面的右手邊 這個是去年點閱率最高的一個 本來已經黑掉的一個牛奶 後來他拍了一個牛奶實體強大 因為他找了一個很正的正妹 可能翟哥也會喜歡 他在那邊拍 在那邊一直跑步 叫做牛奶實體強大 勇氣別停 結果呢 右邊這個呢 台北別停 這是一個網友 他完全按照這樣的模式 然後配上柯文哲的影片跟音樂 重新批過 也都是好幾萬 8萬的 這些影片你去找啊 至少5個 10個 20個 一直會雨後春春般的冒出來 當你還在想說 網友自己做的斗內影片 都自己跑出來 當你還在想說 我內湖難搞 要找哪個離子馬來幫我 然後我哪一區 我要怎麼樣的時候 這一種在網路上發燒的影片 都自己冒出來了 這個人他怎麼可能在台北市不強 那剛剛那個官員講說 我是不是柯粉 其實我跟你講 我跟很多的政治人物 像馬英九 像柯文哲 我跟他們真的很熟 事實上這我跟大家承認 但是熟歸熟 好的要講好 壞的要講壞 我現在只是告訴你 當你藍綠還在打這種傳統的選戰 當你還在丁手中用講說 我來讓台北市長 讓柯文哲選2020 他的思慮是在那種20年前 因為他要暗示大家 這個人會跑去選總統 所以他就不要投給他 投給他沒有用會落選的時候 你錯了 現在的台北市的政治 柯粉人是講說 我不但要投給他 我還不在乎他中途跑去選總統 所以你的邏輯已經錯了 你的戰法當然不會得分 你再開肩也疼 但是馬英的電商 電商已經全世界通行無阻 阿宅怎麼看 我覺得最後講一下 我曾記前面幾位前輩的說法 就是麻煩民進黨 不要再懲罰選民了 我覺得這個 柯文哲沒有那麼強 但是被你無腦的一弄 他變成世界上最強 甚至是台灣目前最強 我直接講剛剛兩件事情 第一個 在金梅通水典禮的時候 行政院代表被人家 直接用三字經罵 為什麼 因為這些金門人覺得說 我就是要喝水啊 你給我扯什麼東亞澳東青澳 這東西到底幹什麼 給我啊啊啊 那這件事情第一個 你幹嘛 然後飲水失源是人性人知場景 我有水啊 你給我水 不要給我製造問題 什麼延後這些通水典禮 他覺得很北極 第二個交通部目前放出來消息說 懲罰那些改國名的這一個航空公司 那大家都講說 哎 了不起懲罰選民 因為請問從比較遠的空橋下 或是不接空橋坐車來 誰倒楣 是這些 是這些飛機公司 航空公司的人嗎 不是啊 旅客是誰 台灣人 或是來台灣玩的 來台灣玩的遊客 本來要多花錢的 那第三個 我覺得講明了 姚恩志的狀況 也是跟我們剛剛講的民進黨一樣 姚恩志現在邏輯已經變成 在哪裡跌倒 就在哪裡把自己買起來 所以你現在看到他臉書還在談 現在觀眾真的覺得你在霸凌他 我真沒有霸凌他 我跟你講哪有人這樣子做危機處理 人家說你兩隻貓養死了 結果你把那兩隻貓再拿出來 然後跟大家講說不好意思 第一隻貓為什麼吃死 是因為他什麼東西都愛吃一口 手上還拿一個蘋果 是怎麼樣白雪公主毒蘋果囉 第二隻貓說不好意思 他很愛旅遊 所以就這麼離開我家 呼說八道 明明是因為你老婆懷孕 把他送走了 第三隻貓說 只要有人對姚爸不禮貌 我就要跟這些鍵盤三民決戰 請問大家看了到底怎麼樣 好 謝謝大家收看 年代向前看 接下來晚上6點整 歡迎大家準時鎖定 年代match台健康好生活 健康好生活 每週一到週五晚上6點 在年代match台38台首播 我們今天要分享的是 健康用馬鈴薯 馬鈴薯是大地的蘋果 這個歐洲災難的時候 是靠馬鈴薯生存下來 在台灣本地 除了有本地栽種的馬鈴薯之外 其實進口的馬鈴薯也非常多 怎麼樣健康生活用馬鈴薯呢 歡迎鎖定健康好生活 謝謝大家收看 謝謝大家收看 謝謝大家